他是英国最幸运也是最悲愧的射魔 2004年他中了720万的彩票大奖 却因强奸罪名必须复兴入狱 霍尔今年71岁 他是臭命着足的射魔 年级20因强奸未遂被判减禁三年 出狱后还是死心不改 10年间他因猥胁、费礼、强奸、殴打商人 前后捉牢三次 直到1989年 霍尔企图在公园辛勤一名59岁的教师被捕 法官认为霍尔的行为太过恶劣 这一次一关就是15年 不过后来表现良好被转去开放式监狱 所谓的开放式 就是囚犯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 可以种种花、养养毛甚至外出购物 2004年8月11号 霍尔趁周末放风外出 去商店买了一张彩票 当天晚上开奖 他发现自己成为720万银帮大奖的得主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只要他不干傻事不乱花钱 适合穿用根本不愁 6个月后 霍尔终于假释出狱 但有钱人的生活并没有如期而至 他每个月只能领取8600块的津贴 剩下的奖金交由委托人保管 想要用钱就必须得到法院、律师、会计师等 一致通过才能领钱 720万的奖金每个月只能拿8600 这让谁遇到不会十分难受 不过难受归难受 霍尔还是积极地向法庭上诉 争取全额支配 经过三年的努力 2008年他终于拿到全部的奖金 原以为拿到钱后就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没想到现实跟想象差距深远 霍尔每到一个地方 就会遭到当地居民的投诉和谩骂 各种骚扰电话、恶意恐吓、死亡威胁都轮方三眼 大家都不想跟连环强奸犯住在同一个小区 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必须聘请保镖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出门购物需要戴上墨镜、口罩、帽子 避免被人认出 20年来他搬家超过10次 即使他越搬越远、越住越偏僻 仍然被聪明的网友拔了出来 每到一个地方 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样的日子他已经受够了 拥有巨额的财富却无处可用 这让他感到身心疲惫 霍尔曾经计划移民 但强奸犯的身份让他屡屡碰壁 有网友说 他已经付出坐牢的代价 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改革自信的机会 但俗话说 狗改不了此事 2016年霍尔因猥胁菲里一名女生被逮捕 不过案件后来被撤销 估计是超能力发挥的作用 事情才不了了之 现在他不能享受意外之财带来的快乐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惩罚 如果能物理阉割 那就更好 我是TK 我们下期见